不过现在看到呢 这个是已经会谈完毕 这是呢 这个大陆副总理何立峰 跟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那么在9号10号两天举行了会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针对呢 首先在中国工商银行 美国分行 这个礼拜遭受到勒索人体攻击 造成美债交易暂停 那么叶伦在10号举行记者会表示说 这个攻击对于在美国的 这个国债市场是没有新的影响 那至于说在这一次好双方呢 两个人也这个会谈了 会谈聊了什么呢 在看到两个人都表达说是有善意的 有意来改善中美经贸的关系立场 那么双方同意不脱钩 加强沟通 也致力为两国元首旧金山的 会务做好经济成果准备 不过叶伦就强调了 在这个部分对于补贴影响 企业公平计争将直话直说 并且采取针对式的行动 好这个部分呢 还是会持续 就是要保护美国跟盟友的国家安全 请调亮哥 有人敢讲那就准备吵架 美国还通过晶片及科学法案 直接补贴给戏业 而且是直接给钱 中国大陆顶多是融资利息 给你做补贴 了不起是退税吧 那美国是明目张胆直接给钱 所以他有这个胆来提 那就准备吵架 我认为真正的突破是对话机制的恢复 因为在贸易战之前 美国跟中国对接的中下阶层的对话机制有100多个 可是最近几年都停了 这个我觉得是意义比较实质的 就是它对话机制会恢复 所以为什么说解冻 解冻的意思就是 你要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嘛 就是对话机制会恢复 那中国大陆因为国防部长还没有任命 可是这个APEC之后 东南亚那边要开一个东协安全论坛 那那个张又霞会去 那Austin也会去 那我认为他们会在那个地方见面 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军方高层 恢复对话的 我不是说第一次 所以我认为主要的是对话机制的恢复 那美国当然最在乎的是军方对话的恢复 那实质性的东西 我认为都不会有结果 比如说你说什么 中国要什么科技制裁减少 或者是台湾问题你要说清楚 那美国说你要买点美债 这都不会有结果 都不会有结果 就是沟通能够对上了 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大概就是这样 那那个谢峰跟叶伦还谈了更多 什么对全球经济的看法 一大堆 人民币要不要继续贬值 一大堆 我相信他们都有交换意见 可是不会有共识 我认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看穿了 拜登这个联邦政府 也看透了 所以他另辟蹊径 他事实上现在合作的对象都是州政府 他根本没有计望跟你联邦政府合作 比如说最近习近平特别接见了加州州长纽绍 然后10月31号中良集团去访问美国 在IOR州直接下单 备忘录大概数十亿美元 然后接下来是乔治亚州 爱达河州都去参加上海进口波浪会 要推销他们的农产品 这个都是直接跟州就对接了 只要没有违反联邦法律 他们都可以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 直接跟美国企业界对接 所以习近平事实上在北京做的那两次 一个是接见比尔盖茨 一个是接见加州州长纽绍 那个是很有象征性的 就说你布林肯什么叶伦 一大堆人不断的照北京走马灯一样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个都是为什么他要有这一轮 那才能够重新启动说习近平和立峰 还有王毅要去美国 那个叫做道歉仪式 因为你美国莫名其妙搞了一个气球事件 所以你要对我道歉 可是拜登道歉说不出口 所以他只好让这些高官一个一个去防北京 用这个来表达道歉 用一些行动来 对对对 表达我们重新接触 可是都没有结果了 那北京也想透了 就是说跟你们这些人谈都没什么用 算了 我就直接跟州长谈 比如说芬太尼的反都 我不跟你联邦政府谈 我跟加州谈 然后气候合作也是跟加州谈 事实上他目前提出来的 包括气候合作 还有这个反毒 还有新人员的合作 都是在加州 他为什么不跟John Kerry谈 跟John Kerry谈没有意义 John Kerry有什么部门 John Kerry是气候大使 他手上什么筹码都没有 所以我跟你谈干嘛 所以我认为北京已经想透了 那比如说你科技 要不要科技制裁要不要减少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我稀土也准备好了 他最近刚宣布稀土管制两年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根本就是 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做了 他10月31回溯 回溯到10月31 实施两年稀土出口管制 所以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期待 在拜登这个政府能够得到 什么样的成果 我讲的是具体的成果 谈归谈嘛 界面归界面 对啊 比如说我们举例 比如说最近英伟达 不是又要做三款晶片 又要卖给中国大陆吗 那之前不是有两款又被管制出口吗 那个A800跟H800 那现在又弄了三款要卖给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事实上完全没有介入 美国就自己解了 为什么 因为英伟达50亿美元这种钱 他怎么可能不去争取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就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就是说英伟达你愿意卖给我 我愿意看啊 如果是好东西我就买啊 做生意嘛 可是你政府要管制你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要想办法解决 对 我没有必要帮你求情 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觉得中国大陆越来越是 这样的立场啊 比如说高通 高通也被管制出口啊 那这个当然就国与国之间就是科技制裁 可是中国大陆不会帮你求情啊 那是你自己的事啊 你不卖是不是 那我们就自己做啊 只是说比较辛苦这样而已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还有贸易战关税也是嘛 你要不要降 那你自己的事啊 因为你可以单方降啊 你美国降了我就跟着降 那你如果不降我也适应啊 那就随便你了 我有我自己的节奏 我觉得是这样 是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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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